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价格是在2850跟3250之间 那当然如果你能够在我们的官网购买的话 会稍微便宜一点 而且我们现在有在推这个免运的活动 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真的想要订购手链 还是建议到我们的官网购买哦 也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银饰 如果你还是想要在虾皮购买的话 每个银饰都有专属的价格 那一般来说你们选择银饰 下面会有一个选项的 就可以去看到价格是多少 那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之前购买的朋友 他们的一些回馈这样子 另外一种是没有那个命盘解析录音档 这个我会比较建议是说 你可能假设目前真的是有预算上的问题 那你就可以先购买这个 没有录音档的 之后有机会可以跟我另外预约 声明灵数心灵滋伤 那我就可以跟你在进一步的去说明 应该怎么去使用这个水晶手链会更适合你 为什么当初会这样帮你做一个规划 如果说你本身也很了解这些水晶对你的帮助 那其实也不用我另外做解释 那你就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方案 也是OK的哦 所以这个价格的话会在1586到1872 这个我们是希望说给一些真的预算上有问题的 或者说没有办法去购买留含命盘解析的朋友们 或者是说他觉得之前已经跟我资商过了 但是他想要有一条可以帮助自己的手链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 所以有两种方案 那当然我还是会建议说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没有接触过生命灵数 然后你又希望说可以买一条对自己有帮助的 那当然有含命盘解析录音档 相对来说是可能会对你们比较好一些 主要是插在这个录音档部分 那其他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好 那再来就是奇迹能量校准金钥项链呢 他是用那个五色线当项链绳 另外也会附一条黑色精致的项链绳 由廖文琼老师精致开光加持的 所以每一个颜色都代表不同的能量 如果你是比较像想要脱单的 就会很适合使用这个红色的爱情弓箭 那如果说想要有人缘桃花的 就是说你的工作可能是比较需要面对观众 或者是需要很有人缘的 那就很适合人缘桃花 或者是说你希望在团体里面 大家都可以非常的和乐 水蓝色的部分我觉得是比较适合 就是有来做业务的 或者是说你的工作是需要不断跟很多人沟通的 那水蓝色就很适合你 那如果你是想要去打开你自己的心轮 希望可以让自己有更有安全感 并且在正裁方面可以有所增加的话 其实就是很适合使用金色的金药 银色跟金橘色呢会更适合在有在做身心灵方面的 或者说你本身就是很希望可以赶快打开第三眼 那我就会建议你可以选择银色或金橘色 那绿色跟绿色比较多是那种 内心比较容易害怕焦虑 目前有一些忧郁症焦虑症恐慌症的心理疾病 就很适合选择绿色 还有紫色观世音菩萨星咒 就这两个 所以就是这个呢 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状况 是比较符合哪一个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再来询问立尔老师 那这边我就会来告诉你说 你更适合哪一个金药 我会想要推广 叫文琼老师跟郭郭老师 这些艺术疗愈产品 就是希望可以协助我的个案 而且他们都很愿意用工艺价的价格 来回馈我的宝宝们 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大家对于我的个案都非常有大爱 因为这些产品 他们自己在其他地方买 是更有质感的设计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要的 其实就是很单纯 然后也很希望说 大家带的是有效果的 所以对我来说 这些东西都是我一直会常常用 好那再来就是金箔的部分 因为这个是限量的 目前廖文琼老师已经没有要对外就是释放这个产品了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要趕快买哦 因为卖完真的就没有了哦 就是你要我也没有了哦 就你就只能去买那个魔法贴标 或者是那个亲近服的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金箔呢 它是我们一个很核心的技术 然后重点是我现在生活上非常多的就是会用到的东西 脚里面是装液体的 我基本上都有贴着能量校准贴标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佩戴像这种矿石类的 也很适合贴一张在上面 会加强它的能量 尤其是像天铁 天铁应该是大家最有感觉的 还有白水晶 如果说你的白水晶上面还有贴能量校准贴标的话 它的整个进化的效果会更好 甚至它可以进化到整个空间 照亮整个空间 这都是有经过很多的实验去印证的 那再来就是这个全方位的生命灵柱专属开运锦囊 有一个影视以外 还会加上灵气的加持 另外还会再送一个百菜能量校准米 就是希望大家有这一个开运锦囊的时候 也要学会去做布施 我觉得开运锦囊对于很多个案来说 都有很特别的感应 尤其是我遇到最多个案都是放在枕头下 因为平常上班的时候 比较不方便带这么一包在身上 因为它有点重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平常身上要带的 你可以选择带手链或者是项链的部分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让身体做一个深度的进化 可以好好去感觉这一个能量包裹在你的身上 然后让这个你的命盘所需的能量一一的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而且它里面是有一个就是无限符号的这个影视 其实这影视呢是加百叶大天使跟我说的 因为这个无限符号可以带一个很强的魔法能量 好那再来就是吊牌的部分有两种 一个是就是只有穿在手电上的这个能量校准吊牌 那很多人会问我说为什么要加能量校准吊牌吗 因为它是加持开关过的产品 它的正面是写西施法系 背后有那个能量校准进步 而且这个西施法系是个姿势手工雷射雕刻的 不是机器刻的 对所以每一个都可能会有一点点些微的不同 这个也是卖完真的就不会再有了 这个金箔呢是能够帮助大家去承载你们的许愿的力量 然后去放大水晶的能量 去放大你内在的力量 让你更有勇气去面对世界上所有的难关跟课题 我觉得只要是你是做正规的事情 不是做犯法的 然后也跟贪承吃慢移这五毒的工作没有关系的 那你就很适合使用能量校准产品 否则你的业力会加倍 你会很快速去感受到你的业力的反噬 之后就会非常的顺 我之前有遇到一个 他之前是跟帮派的 然后我就有跟他讲说 如果你选择这样的产品 可能会感觉不是那么好 但他就说他想要改变 他不想再这样每天活在阴影里面 而且他也不想再进去管了 所以他就在我这边买了很多种 几乎每一种他都买一个 然后呢 他那段时间其实 说实话他的业力反噬是在身体上 就是突然间变得很虚弱吧 然后让他觉得好像使不上力 但是又说不出来 就是心里有种感觉 好像越来越轻松 但是身体越来越没有力量的感觉 大概过两个月后 他觉得他好像幻蓝一行 觉得他皮肤变亮了 我看到他的自拍照 我都跟他说你是不是故意调了光 就是调了那个亮度你知道吗 他就说没有啊 就是也是在大概一样的空间下拍 但是他就也很明显感觉到 他好像身体在发光 他就很神奇 后来他就去找工作 因为原本他那时候刚出来没多久 而且他身上有一些纹身 就很难找工作 后来大部分大家都叫他去做 类似公关啊 或是夜店那种的工作 然后后来他就不想要再做这一个 他就真的去面试 就是算是比较正规的公司 后来很神奇的他就上了 因为他觉得说 那个是他小时候想做的事情 他以前就是类似 学一些跟资安有关的东西 他觉得是对电脑很有兴趣啦 对啊 所以我觉得在我这边吧 就是一直陆陆续续遇到这么多 个案的小回馈 虽然我没有去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很大部分 但是光他们简单的几句话 我就可以感觉到他真的改变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希望大家一定要去慎选 能够帮助自己的能量产品 有时候不是单单只是说 哦我要找桃花 我要发财 我要很健康 我要瘦下癌等等的 有时候是各方面的 它是一个全方面的问题 好再来是这个魔法贴标的部分 它总共有十种 好那这边可以看到就是 大部分我都会建议可以贴在喷雾瓶上 贴在喷雾瓶上是效果最好的 而且因为你可以随时的去帮自己做加持 也可以帮环境做进化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所以真的可以买来试试看 加持的过程中表示都是有针对这个主题去加持 这些都是我们的顶上精神老师们 觉得对大家会比较有帮助的 其实我们做的这些东西会跟一般的那种魔法真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更希望说你要先把自己变得更好 你才能够去遇到你自己的证源 去加强你自己的能量 而且这个也很便宜哦 好那再来就是这个宇宙收发器啊 这个也是那个我刚刚讲的 就是之前做帮派的那个个案 它最有感觉的一个 而且这个我很多个案都很有感觉 而且尤其是如果有在学习灵性的人 他真的有感觉到就是这个东西 他就像一个防护罩 像我家里就有三块 我个人觉得就当我很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拿来放在身上 真的会有差 他能够快速的去进化你的身体 去帮助你各方面能够有很好的感受 你可以想象 因为它是这样一个正方体嘛 它可以立着也可以躺着 那立着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一直往外 往上往下往左往右扩张 包围到你的整个空间都可以 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防护罩 并且呢 它可以像雷达 就是像一个大碗一样 可以去收这个讯号 所以你在使用它的时候 其实你的这个讯号的收发 会更加的准确 更加的敏锐 我个人也很推荐 就是有在学习身心灵的朋友们 可以购买这个宇宙手法 重点 每一个都不一样 老师的每一幅画都是独一无二的 重点这里面的话都是老师亲手画的 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 作为摆饰 也不会有宗教的感觉啊 对而且它里面还很贴心 附一个恒物品已经贴好金箔的哦 还有两张精灵贴标 那精灵贴标它的作用就跟那个 能量教准金箔是一样的 只是说 它就是可以去做进化加持 放大好的能量 放大好的磁场 所以就是一个很全方位的 它没有去针对某一个 因为它就是要让你感觉更好 就这样子 如果大家真的愿意的话 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 因为这些 这些产品都非常的殊胜 而且我觉得每一个拿来手上都很有能量 真的就是你每一幅画你都好像可以进入到 它的冥想世界 在疫情之前 我有跟廖老师一起拍那个零星聊天室 我们就讲了很多关于这个 能量教准的产品 它是怎么去帮助我们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都欢迎再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直播的影片 去了解一下这些产品的好处 还有它带给我们很神奇的感受这样子 所以其实有些东西它就是冥冥之中 不断的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 主要希望让真的需要的人可以受用得到 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表示说你的生命一定也需要这些东西的辅助 包含我也很需要 当初我接触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真的对我在灵性上 个性上 整个身心灵方面 重新做一个洗涤 然后重新进化 重新加持增强自己的力量 我才慢慢知道说 我的使命在哪里 我该怎么去帮助我的个案 再来就是如你说想疗愈流体能量教准化 名字有点长 因为它这个流体化也是非常的特别 因为你看这是在那个背景LED灯变化下 老师的手在上面做化的时候 哇那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 就好像你在调动这个宇宙的能量一样有没有 是非常神奇的 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干一点 所以就是你必须要常常去用它 你可以摆动它 也会产生出很多很不一样的颜色跟图形 这些都是实际拍摄的哦 大家可以看我去摆摊的时候 其实我的摊位是在非常偏僻的地方 可是真的有人来体验 所以我那一天卖最好的饭是这个话 第一次哦 第一次摆摊就卖出去好像四福了 对啊 然后大家来体验都很感动 就是说有一股被理解的力量 有一股满满的能量一直往心里涌入 这样子 对 而且大家在看的时候就会感觉到 好像有很多很多的讯息 并且它可以一直帮你做加持哦 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真的 因为加持这种东西是你很难去用眼睛去看到它的感觉 但是能量校准产品是你把水放在上面 好靠在旁边就有感觉 喝起来的味道真的就是不一样 我到现在已经用能量校准产品三年了 还是会有这种很神奇的感觉 对啊 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了解这些产品 那我相信这些能量产品一定会带给你很不一样的感受 好 那再来就是那个结缘品的部分 它是之前瓜瓜老师做的很多不同的饰品 像这个就是用初系不同的履线去制作的 非常漂亮 每一个也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瓜瓜老师他很用心 就是他在编织的时候是非常专心在纸咒的 所以每一个食品都是有满满的祝福能量 其实每次摆摊的时候我就会带很多出去 对一直以来都卖很多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剩余的款式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把握机会 因为这些结缘品不多 而且像这个奇迹能量宝瓶呢 可以去塞你的神秘灵数空缺数跟客体数的钞票 那放一张进去就可以了 我有客户买了这个宝瓶之后啊 大概不用很久就可以找到都可以刚好补助他命盘中需要的数字 然后中间也带起来之后 真的很有感觉 就是尤其是贵人方面吧 就是工作方面真的是会有很大的进展 那我自己有时候也是会带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的工作来说 一直都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我很感恩就是 在这一大段时间来 很多老师的帮忙 还有我自己就学习 不管是我的手链也好 能量校准产品也好 或者是说其他老师的这个祝福能量也好 我觉得对我每个时期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并不是说 我只有我家的餐皮有用 不是哦 是只要你觉得这个老师 他跟你是很有缘分的 而且他的东西你是有感应的 那就表示他的东西对你就是有效果 所以对我来说 也不只有一个老师对我有感应啊 我对很多老师的感应都很深 这就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开band群社群 让不同的身心灵老师来做一个交流推广 因为我觉得每个老师 他会有这样的灵感 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开运产品 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这些能量产品 你去用任何的东西去测 用灵白测也好 用徐农尺测也好 甚至说你要用仪器测也可以 这都是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数据 看得到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胜选 当然如果说能够现场买是最好嘛 但是如果你要在线上去做选购的话 也不是不行哦 就是你可以选择用一个灵白 或者是说你去抽一张牌 就是你可能 现在你看到我想要买这个能量宝瓶 那我不知道这个对我好不好 你可以去抽一张塔罗牌 你就说 就我买这个对我来说有什么帮助 去抽一张 也很好啊 或者是说你用灵白上面问说 请问这一个能量宝瓶 对我来说有帮助吗 对我现在的工作有帮助吗 如果有的话请就有顺时针 也可以啊 那你做了之后 因为它就可以去给你很大的加持力 因为你问了之后 你就会更有信心去用这个东西 那做了之后 得到这东西之后 你也会更有用 买到这个东西之后 你也会更用心的去使用它 这样不是很棒吗 对不对 好那 好那所以我希望说 大家就是一定要在选择能量产品的时候 所以大家在选择能量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多多的去慎选 然后去感受 然后你可以去询问一下 不管要抽牌也好 或用一些能量探测的方式也好 去知道这东西是不是真的对你有用 不要很盲目的跟从 因为有些东西是对某些人有用 但对你可能就不一定那么有用 再来就是这个能量校准金箔呢 它这个是粉状的 这个也是非常珍贵的 目前好像也剩没有多少格了 对 我记得也剩不多 这个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你可以先跟我确认一下现货的部分 因为有时候我怕可能 有一些个人他会直接私下跟我买 所以就没有注意到这个货量的部分 因为这个是很少张啊 我记得 所以我可能要来确定一下 那如果你有看过我的官网的QA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白餐能量校准米真的很好用 就是你要去做布施啊 都是很棒的 很多人不然就把头扭断 上面是扭断 但它的塞子是在下面的 屁屁这边 所以要从下面去把那个塞子弄出来 米就可以倒出来了 这样 那这个就很适合拿去做布施 对 然后其实这个瓶子又很漂亮 你就可以再装新的米啊 我之前真的看过 就是有那个阿飘 一个很小的弟弟 穿着全身的西装吊带裤那一种的 看起来很像外国人的小男孩 我撒到那个花圃的时候 他就跑进去花圃 拿了出来 拿了两颗啊 拿了一颗 捧我手上说 啊谢谢你 这样就对我说谢谢 然后那时候我背对他 我就想说谁跟我说谢谢 我一转头 怎么是一个深蓝色透明的小弟弟 我就看他手上那个米是在发光的 然后他就说 啊我们可以走了 我们可以走 他就很开心这样 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在这边下单 如果你已经是有购买过 你不想要有这个品质 你想要叫环保的话 就是直接 买带装的也OK哦 通常烈乐老师都会直接帮你多装一些 所以大家就可以直接安心的购买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学习这个上功登布施 好那再来呢 就是这个嘎嘎精灵的部分呢 目前烈老师这边是剩13只 所以如果说你也想要有一只自己的这个守护精灵的话 就很欢迎大家可以来跟烈老师先沟通聊聊 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 可以帮你做加持 我自己的个人很多就是有买戈装精灵的呢 都很有感应 帮他们解决很多问题 而且他们觉得从戈装精灵身上也学习到很多 有的人是可以看得到 有的人是听得到 有的人是在梦中会跟嘎嘎精灵相会 然后有的人是透过冥想的方式去接收嘎嘎精灵的一个讯息 我觉得他在加持力方面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有一些跟他是有小朋友 然后会把小朋友的衣服放在这个嘎嘎精灵的下面 去做一个加持进化 让小朋友穿完之后 就会很乖 也比较不会有什么生病的状况 我觉得这是蛮多人给我的回馈 那我们有这个精灵的部分呢 里面除了有这个密 另外还有送这个金钥项链 其实真的是蛮超纸 另外如果你是选择3600的话 他有一个能量校准的枕头套 都是已经是帮你做好的 你只要收到直接去做使用就可以了 好那这边一定要记得就是嘎嘎精灵的这个时空胶囊里面 一定要放你的照片 要独立个人的照片 这个是方便就是精灵他能够很确定 就是说他要守护的对象 然后要帮助的对象是谁 那没有放照片的话 他可能就是有时候 他就会自己跑出去做任务之类的 他就会忘记了 对然后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放照片 然后还有零的贴标 建议的去使用 就是你要放在喷雾瓶上或是水壶洗发机 沐浴洗面牙膏或是化妆水都可以 因为这些贴标就是拿来就是要用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使用它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荷塘月色疗愈法贴纸 那它是一个圆形 直径是15公分乘15公分 就是它是一个正圆 然后它的整张都是有一个背胶 所以如果你贴到墙壁上 你撕下来是一定会落差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定位了 再把后面的背膜撕掉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背后 能量校准金箔是一整块的 那刚刚大家应该有看到就是它的这种整块的 是就卖了500块 就这样一张就500块 所以你看这一张才卖590 是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优惠 而且这也是限量的 那它的正面呢 有这个大概123456 6个压克力的那个水晶罐 那它里面都是有金箔 还有就是能量校准金箔都会在里面 所以是能量非常非常强的 我自己是在我的床头柜上也有贴一张 我觉得它就是每天是会把这个 嘎啦精灵的瀑布 一直不断的去做一个冲洗 可以让我们无时无刻 可以去感受到这个 嘎啦瀑布广场的法语甘露 然后不断的去冲刷我们的身心 会让你会比较不容易去做噩梦 会改善你的不安的情绪 如果说你是放在阳台外 或大门外的话 贴着也很好 如果有众生经过的话 它是可以被进化的 然后帮助它们可以在养生 我有个案是放在米翁上 还有零食柜上 可以去疗愈里面的食材 也很适合贴冰箱 里面的食物 吃起来会更新鲜更鲜甜 如果大家对于这些产品 有任何的问题 一定要跟利尔老师在做进一步的询问 价格上来说也是真的非常便宜 这边中间都有影片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看 去了解一下 在我们的灵性觉醒上来说 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去注意的 怎么去开启你的第三眼 然后让你可以跟有效率的去接收 这些宇宙的知识跟智慧 那如果说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或是直接透过赖特莱斯讯利尔老师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的讯息啦 谢谢你们爱你们拜拜